好 那我最后还是回到 因为只有我留灯了嘛 我就简单一点 好的 你在上海有听过 QJ House这个连锁对吧 听过 如果让你去那唱歌 你还愿意吗 但是活动策划纲 我觉得你做不了 坦白的时候 我的建议是 人一定要找到自己的世界 你的世界至少 你展现在在现在 我觉得还是唱歌 除此之外 没有找到其他的 适合你的活 您是在上海是吗 对 我是在上海 而且我热爱音乐 所以我愿意听你一把 如果你愿意回去 QJ House唱歌 我帮你安排 但是我觉得有点 他又回到原来那个路径了 又跑到酒吧里 你好不容易 奔向一个职业化素养起步的 因为他未来 肯定是要逐步退出来 我希望他别在 他的舒适圈待着 因为那个里边 你肯定成长不了太多 除非是你有绝大的天赋 但是他没有 你愿意考虑 韩依给你抛出了橄榄枝 是的 谢谢 谈前不伤感情 我给你的岗位是 弹指之间音乐吧 歌手的岗位 薪资是一万二 然后那个每一场的话 你自己知道的 签约都有场费的 好吧 我知道 这个签 是签约公司吗 就是合约 签酒吧 签酒吧 没问题 好 现在叶子考虑一下 是否选择 倒计时开始 来 叶子告诉我们 你最后的选择是 谢谢韩依老师 我们上海见 祝贺韩依 也祝贺叶子 说实话有点遗憾 虽然说他是应聘成功 但这种状态 我觉得我是有点遗憾 对 对他长期的职业规划 也不是好事 但是我能理解韩依 就是 韩依我能懂他在哪里呢 因为这个姑娘 唯一能拿得出手的 就是她的歌手 不不不 因为一个人的职业规划 不是跟自己比的 对 你要进一个行业 你是要跟其他人比 对 而且就是 她没有开发其他的空间 所以不能证明 她完全没有 你如果还有上身空间 对 你现在29岁了 本来今天来到我们 尼克林莫署呢 是想去寻求一份 这个活动策划 以及活动经济 然后这方面的工作 但是直到最后 韩依老师一直帮我留灯 然后也是在鼓励我 然后可能通过和企业家 这么多企业家 在沟通过去当中 确实发现自己缺乏的 很多专业的知识比较少 好像自己 好像更适合去做歌手一样 而且我也非常喜欢舞台 我喜欢聚光灯打在身上 这种光芒万丈的感觉 可能那一刻 我才是最自信的 报名参与飞你莫署 请将求职简历 发送到飞你莫署 全聘2010at126.com 如果各位企业家 想通过飞你莫署 节目招募人才的话 欢迎您将企业简介 工商信息 发送到飞你莫署 招聘全聘at163.com 上抖音搜 飞你莫署官方号 每天中午12点呢 我们将会在我们的 抖音直播间 连线企业家和人力专家 解答你的职场困惑 提升你的职场战斗力 上抖音 每天中午12点 飞你莫署直播间 咱们不见不散